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目前有22名美國公民 在以色列身亡 17個失蹤 那到底有多少被抓到的人子 他們的FBI 因為最近針對這件事 很嚴肅的談話 甚至包含拜登也針對這件事來談話 FBI公開說叫做屈指可數 美國公民 就還是有 但不多 對但對美國來說一個就很多 這當然美國人的好處 一個人會把你救回來 你只要是美國公民 對不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擬定 所有的人子拯救計畫 第一件事講 布林肯到禮拜三跑去以色列 把FBI五角大廈跟以色列有關 那位去對接 布林肯去當然表示美國態度 可更重要是布林肯帶著那批人 隨著布林肯一起去的 把所有情報網對接 好對接完之後 FBI最近有對於營救人子 有公開發言 將來好幾個困難 他們說這應該是史上最難的人子營救計畫 第一個 那個地方是基戰區 他並不是一個譬如說被少數的恐怖分子綁架的 就是你光要派人進去就很難 而且不只是基戰是熱戰 就是現在以色列對於那個地方 你可能救到一半以色列就打過來了 所以第一個是基戰區 第二個資訊太少 因為你根本沒有資訊太突然了 然後以色列在裡面情報的人 目前也都沒有回報 所以資訊太少 第三個更麻煩 因為巴勒斯坦裡面 有哈馬斯裡面 有非常多小組織小團體 你根本不清楚 這些被抓的美國人是哪一個小團體 順手撈了兩個人過來 還是真的是有哈馬斯 真的好我們今天都瞄準是幾個秒 把他抓著 就連哪一個小團體都不知道 我都還沒有進到隧道 我都還沒有進到隧道 再來沒有交換的籌碼 一般來說沒關係換服給錢 我說你要我們這邊換什麼東西 沒有籌碼 因為這是種族戰爭 連籌碼都沒有 再來就是哈馬斯裡面的隧道 這叫做這個非常非常的長 因為哈馬斯長期跟以色列作戰 他們非常習慣在加沙走廊挖這種隧道 百轉千毀的這種隧道 然後這個隧道呢 倒也不是隧道的麻煩 是他們現在擔心 我拯救人質會有個最大風險 是那邊從頭到尾都是個陷阱 我在拯救的過程中 哈馬斯給我錄影 甚至是直播 讓我整隊美國的綠北帽死在裡面 這對美國又是另外一個打擊 就是陷阱部分才是更麻煩部分 所以現在變成說到底要怎麼救很難啊 可是美國不會因為很難就不救 就美國總是會想要一些辦法去嘗試看看 可是我現在只把一二三四五五個 激戰區資訊太少 小團體沒有交換籌碼 可能有陷阱會埋伏殺人等 是目前FBI整理出來困難的地方 可是大家放心 FBI不會因為困難不做 我們過去太多營救人的計畫 過去美國為了救人 甚至打造一比一的房間模型 讓他們的綠北帽在那邊練 練了無數次後再去救人都有發生過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靜待 那當然了我也希望能夠拯救成功 或是透過外交手段 這是最簡單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OK 因為其實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當然你還記得美國那個時候 拯救伊朗人質 那個失敗你看對美國來講影響多大 拯救的過程風險當然一定有 尤其這一次剛正好講的那個狀況 你真的光我們就算不是軍專家 你怎麼想都知道他就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問題還不只在這 剛剛講到激戰區 第一個真的是地面大戰要開打的嗎 第一個他已經開了人道走 叫巴斯坦的人要撤趕快撤 第二個以色列去炸了敘利亞 而且是兩個大城的機場全部炸 他為什麼要炸這些 現在看起來包括以色列 以色列我們那時候講 包括他的摩薩德有多厲害 你可以想像以色列的特種部隊 一定也很厲害 其實基本上美國從來不跟恐怖分子談判 這是他們的基本國策 所以絕對不會談判 但是美國絕對會營救人質 這個營救人質呢 其實你會看到當拜登講話之後 五角大象和白宮有出來說 搶救人質專家已經到了以色列 所以他們是會由以色列來動手救 然後現在的這個狀況 拜登又定調 定調一件事情 這是極度邪惡 這是恐怖分子 不是國家和種族的衝突 美國定這個調很重要 而且這個極度施壓 包含兩艘航空母艦準備到 那個施壓 除了給周邊國家之外 美國還在做一件事情 是巴勒斯坦裡面內部 是很複雜的 他是給法塔組織施壓 和法塔組織裡面協助我一些情報 讓我知道我的美國人在哪裡 然後誰會去動手救 基本上不需要美國海報六出動 以色列本身就是救人專家 特種部隊 你不要忘了 納塔亞胡 他本身當年就有參加過營救人質任務 他的哥哥還是以色列國家英雄恩德比機場 就是他哥哥 所以以色列是唯一陣亡的 就是那個軍官 但是那是他哥哥 清哥哥 然後以色列接近摩薩德的情報總體 其實摩薩德是沒有出事 是上面的情況判斷出舒適 但是以色列特種部隊到什麼狀況 我們知道美國呢 不是你去了以後 你要卸下三甲州啊海報啊 然後你要去被徵求啊被徵選啊 以色列是主動 因為以色列全民皆兵嘛 所以以色列是只有那個軍選之人才能參加 而且最強大的叫做耶和華之劍 因為每個人都當兵 當兵的時候其實你在當兵之前 你是一來在新兵訓練時候 你的體事人你的所有資料 通通都統合起來 而且以色列是個資訊大國 這些資訊統合完整 這個數據分析非常清楚 統合之後千挑 也許就挑了一百個進來 一百個進來之後 最後這一百個或三百個去受訓 受訓就像美國海報六 我們看到那種各種的訓練 還要包含是你的心理人量 你的那個所有人量再弄 還會刷掉最後只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裡面直接的成為這種特種部隊 而且特種部隊還會分 你有些的是可以適合空降的 空降的特種部隊 有些是什麼地面潛伏的 地面潛伏的特種部隊 有些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通通分最強的一支 就叫做耶和華之劍 那耶和華之劍加上以色列是無人機 還有資訊大國 所以除了這樣的特種部隊在以色列 現在美國不是現在要一個多域作戰的概念嗎 然後美國不是幫我們訓練聯兵營嗎 以色列早就已經組織了兩個這種聯兵營 所以以色列會打進去 但是打進去之後呢 他現在人道走廊是大概哈馬斯 根據資料上哈馬斯的作戰分子 大概一萬多人 那現在以色列已經宣稱打掉一兩千了 所以其實哈馬斯要見面很容易 但是這是以色列跟上次戈蘭高地 不一樣的事 那是在戰場 這是在向戰 所以打的會比較辛苦 所以你會看到國防部長出來講了一件事 就是說會打幾個月 代表以色列真的就是 就算你有第一道寸土都爭 但是人質部分 美國在施壓 布林肯在施壓 就是包含旁邊的約旦 包含法塔集團組織 你們要去處理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呢 美國其實更怕的 就是其實美國不怕以色列打不贏 美國怕的是以色列打過頭 打過頭 那就變成了第六次中東戰爭 那個就很恐怖了 可是以色列真的不是美國完全能控制的 所以昨天的時候是因為伊朗外長要出訪 要出訪敘利亞 那敘利亞就在北邊 然後黎巴勒的真主黨也砲擊了 所以昨天呢 以色列就在巴勒斯坦的上空 他沒有侵犯敘利亞領空 發射飛彈攻擊了大馬斯格阿勒波 兩個主要國際機場讓伊朗的專機沒辦法過去 而以色列用的理由不是針對這個 而是說我們發現他們有十噸的武器 可能要偷運進來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恐怕布林肯很快就會去處理 因為美國最怕的是周邊國家 這叫戰略負擔 如果整個中東變成第六次的中東戰爭 那個時候整個普丁就高興了 金小胖也高興了 所以你看美國在思考的是戰略布局 雷根號放在釜州外面 釜山外面 其實都是怕各個地方的火藥庫趁機點火